这是16世纪西班牙重型火神枪 与早期火门枪相比 西班牙重型火神枪的射程达到了250米 射速提升至平均每三分钟打两枪 但随之而来的代价是 全枪重量高达8.5公斤 单人操作射击时需要用木刹支撑 欧洲各国当时的应对策略 是用便宜实用的长矛手来掩护金贵的火枪手 火枪手取代传统弓弩手负责远长打击 而长矛手则负责进战与抵御骑兵 名震一时的西班牙大方阵由此诞生 这一弓手兼备的兵种组合 一举统治欧洲战场近两百年 欧洲各国纷纷效仿 那么大家发现火生枪兵 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 直接把对方的骑兵或者是对方的步兵打死 火生枪兵就变成了一个更主要的兵 所以火生枪兵的数量就提升 到最后提升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从火生枪兵是长枪兵的可能五分之一 到后来大家一人一半 再到后来可能一般是三分之二是火生枪兵 有的时候极限情况下 据说可能长枪兵只有火生枪兵的四分之一 在双方投入总兵力彼此相当的情况下 火枪手更多的一方就更容易获得胜利 单纯用于静态防御的长矛手 经常在实战中沦为毕上关